同学问到那个单这个多行注解的话 那我建议各位可以把那个Visual Basic上面这边一个工区列叫出来 那我的习惯是直接在工区列上按右键 直接在哪个 在这个存档这个工区列 这叫一般工区列 按右键之后的话 这边也叫编辑工区列 把这个编辑工区列点一下 它就出现了 不过可能它会是浮在上面 那我的习... 没有画面吗? 等一下 我看 等一下 我再写的话很简单 就只要怎么样 选取你要注解的这几行 然后按一下上面有个叫 使程式变为注解 按一下 这些这几行就变注解了 那如果你要恢复的话也蛮简单 它旁边有个叫 使程式还原...使注解还原为程式 这个时候这几行又可以让你恢复回来 那为什么需要这些动作 其实主要就是说有些程式 你还不确定是否要删除之前 一般还是建议先把它注解 那等到你确定说这几行程式真的是不需要 你再把它删掉 我觉得会比较保险 不然有的时候你程式删掉之后 想要再把它写回来 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那当然写程式 如果说要尽量避免一些问题 还是建议就是 写过的 而且是完全正确的程式 尽可能的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像我的习惯是 哪怕是我几十年前写的程式 我都会把它存下来 那我的习惯是会把它放到云端上面 云端的好处就是 随时你都可以很容易可以找得到 当然每一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我是建议你可以 写过而且是正确的程式 可以找个地方 很快的可以找出来 然后可以拿来当范本 比如说多重逻辑 像如果多重逻辑 假如你不太会写 你可以把我之前写过的程式 拿来做参考 像自定函数 或者像跑回圈等等的 像还有向下追踪 如果不会写的话 至少你可以拿之前写过的程式 拿来做参考 那最后的话 我们 再来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大概做个结尾 最后其实这个写完 今天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我们就是 先利用那个MID加那个FINE 加上IFL 然后把这两个栏位产生 有这两个栏位的话 才有办法变出我们要的 这个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这两个栏位的话 那基本上 你就没有办法做出这个图 这个是区 这个的话是哪一条路 另外的话呢 可以顺便学习一下 把枢纽分析表的一些功能 包含就是排序 像我刚刚有做到排序部分 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另外的话呢 就是让你列出 比如说它500多个 我只要前10个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前10项 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好用的 另外的话就是绘制这个图 然后其他的标题 可能自己再把它做增减 那最后的话 其实我们是把它变成VBA的部分 那VBA部分的话 当然一样 就是延续前两周的做法 就是有输出公式 跟输出这个最后的结果 两个它制定这个函数 那最后我是有补充有关 那个简易的爬虫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把云端上面的程式 再不妨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 这个范例我们就先到这边 所以呢我们记得 最后因为它下载的时候 是CSV档 可是如果你现在把它存档 存成CSV档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刚刚写的程式 还有你的公式 就会全部消失了 所以记得 存档的话记得另存新档 然后我把它存档的话 记得 它的存档类型 因为我们有写VBA在里面 所以记得 一定要把它改成 就是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ok 因为这个如果你没做的话 那你刚刚做的事情 就全部都消失 另外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在其他位置 把它放在下载里面 ok ok 然后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这个范例就完成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今天 最后剩一点时间 我们就再来看有关 那个逻辑的练习 那逻辑部分的话 刚刚我们有做逻辑 不过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简单 等于是做一个 做一个复习 那比如说 以这一题来看 合格不合格 那当然你如果用 以sale里面的函数 就插入函数 最简单就是这个if 逻辑判断 如果这个乘期 平均乘期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当然它就是什么 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所以你这边可以输入什么 合格不合格 那你向下填满 如果没有的话就变成false 所以如果你另外一个false 也要给它资料的话 那你这边可以再加一个不合格 OK 当然如果你都没有加的话 合格不合格 它就变true跟false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我希望把它变VBA怎么做 OK 所以这边的话另外还有一个多重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在 虚染的地方补一个叫多重 多重的话意思说 如果大于等于80分就a 那80分到70分等于b 这个是c 然后呢不及格的话是d 如果多重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下逻辑 当然如果你插入函数的话 1辅 1辅逻辑 这个成绩 那你如果假设大于等于80的话 是a没错 可是问题 还有bcd怎么办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需要用到 所谓的 槽状的if 那什么叫槽状if 就在if里面再加f 我记得以前旧的版本是最多7成 但新的版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限制 那你可以什么 游标放这里 bcd 那所以呢 在 记得 如果if里面还要再加f的话 那请你游标 放在false的位置 点选 这边的if 记得不要再用插入if 他会在if里面再加第二个if 那你可以再给他下一个逻辑 这个成绩如果大于等于70的话 那就是b 那反之还有c跟d 没关系再一次 再游标放这边 再点一个if 那你会发现他又把if放进来 那这个成绩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是c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d ok 那就没有了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if里面再插入两个if ok 那最后 你会发现 输入的时候虽然没有加前后双以后 可是if还蛮贴心的 会自动帮你加 ok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它判断出来了 ok 那只是说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利用if里面的这个做法 那只是说呢 如果我要把它改VBA的话 该怎么做 ok 也许我可以 输入 当然这边合格不合格 诶 怎么改写 AB 这个地方的话呢 多重 怎么改写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有很多同学常常问到说 那如果老师我想要把它换颜色 A一个颜色 B一个颜色 D一个颜色 那不同的等级不同颜色的话 在esale里面公式有没有办法做到 我跟各位讲 公式里面没有办法做到格式的改变 除非说呢 你要配合什么 配合这个所谓的格在 常用里面有所谓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OK 条件化 这个 这边有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你可以新增规则 不然的话 你就可能用 只能用VBA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那个范例先存档 然后简单的先稍微练习一下 esale里面的一幅 有两重的 多重的部分就巢状 ABCD 另外的话把它改写成VBA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切回还给各位 好